小朋友们好,今天的中文课呢,我们要再来学两个第九课里面新的字。 那我们在学新的字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星期三的时候学的那两个新的字是什么,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好,我们星期三的时候学了一个字,这个字你还记得怎么读吗? 想一想。 好,我们一起读,我读,你读,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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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那送呢,我们之前学了是比如说是give的意思,比如说你可以送给谁一个礼物,一个礼物,对不对,叫送礼,或者是你可以比如说你的朋友要走了,所以你去给他送行,送行, 就是send off的意思,对不对? 好,这是我们之前学过的送这个字。 好,我们星期三还学了一个想这个字。 想小朋友们肯定都知道,对不对? 所以我们读三遍这个字,我读,你读,想,想,想,非常好。 好,想这个字呢,你们肯定都会用,比如说我想去上洗手间,我想吃点心,我想做这个事情,对不对? 想,想,那想呢,我们还可以说梦想,梦想这个词呢,就是dream的意思,梦想,或者你还可以说想法,比如说我有一个很好的想法,我想我们陈慧可以做一个游戏,或者我有一个很好的想法,我觉得我们吃点心的时候可以看一个影片。 好,这个是想这个字,好,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学的两个新的字。 第一个字呢,第一个字呢,他读,造,所以亲小朋友和陈老师一起来读这个字三遍,我读,你读,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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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好,造这个字呢,造这个字呢,你看,它和我们之前学的这个,送这个字一样,他们都有这个,这个部分,对不对? 这个部分呢,在中文叫做走之底,走之底,他们都有这个,走之底。 好,我们来看一看造这个字是怎么写的吧。 好,等这边写完哈,好,开始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很好,造这个字一共有十笔。 小朋友请你看,刚刚陈老师说,造和送他们都有这个走之底,对不对? 所以中文里面所有有这个部分,有这个part的字,你都先写它里面的东西,再写外面的这个。 你记住了吗?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造可以组什么样的词? 造你可以说制造,我们一起说这个词两遍。 我说,你说,制造,制造,制造,很好。 那制造呢,就是它是哪里做的,比如说你可以制造一个东西, 或者一个国家可以制造一个东西。 所以小朋友经常会看到,比如说你买了一个玩具, 你上面会看到这个made in China,对不对? 所以made in China的中文就可以说叫做中国制造, 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它在中国被做出来的。 小老师刚刚把中国制造这几个字做得比较大, 就是made in China的意思, 所以制造就是make,create的意思。 好,造还可以说造谣这个词, 我们一起说这个词两遍,我说,你说,造谣,造谣,非常好。 造谣呢,就是你看这两个人是不是在说话, 然后他们的表情好像他们在说一个很不好的事情。 所以造谣呢,就是一个人,你看他可能不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了什么,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他非要告诉这个人,他知道, 就是start a rumor的意思。 所以造谣呢,说的谣,就是这个字呢, 就是代表这个事情一定不是真的。 所以造谣呢,就是create a rumor。 所以比如说,你不知道一个事情发生了什么, 但你一定要去跟另一个小朋友,或者跟成老师说, 啊,谁谁谁打了我,那你就是在造谣, 因为这个事情不是真的,你说它是真的, 就是造谣,start a rumor的意思。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句子吧。 我们今天呢,写两个句子, 我们用制造写一个句子, 然后用造谣写一个句子。 好,我们来看一下。 先写制造吧。 好,正好是把这个放大一点。 好,我们放大了哈, 第一个句子我们写制造吧。 嗯,我们说我,我家的很多玩具都是中国制造的。 是不是有的小朋友有很多你的玩具, 你都会看到他们那个tag上面有一些, 一个made in china,对不对? 所以就是中国制造的。 好,我们把造换成别的颜色。 好,就是我们学的造这个字。 那我们再用造谣写一个句子吧。 说,嗯,我们不应该造谣, 因为我们要说真话,对不对? 我们不应该造谣,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们就说我们不知道, 我们要说真话,真的话, 所以我们不应该造谣。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学的造这个字, 是第一个字。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字。 第二个字我觉得很多小朋友可能认识。 你知道这个字怎么读吗? 我们一起读三遍。 我读,你读。 好,科。 你读得非常好。 科呢,你看它这个字, 它旁边有一个木字旁, 所以就代表它是和树有关系的一个字。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 诶,它先写了一个木字旁, 然后,诶,这个样子。 旁边的这个字,小朋友认不认识? 右边的这个。 对,是水果的果。 所以左边是木头的木,加上右边水果的果。 它读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是怎么写的吧。 好,准备开始了。 1,2,3,4,我先写木。 好,然后5,6,7,8,9,哦,对不起,9,10,11,12。 好,很好,一共12笔。 左边是木头的木,右边是水果的果。 那磕这个字呢,它是一个量词, 它是一个measure word。 它是我们会在用来形容 所有和树啊,花啊,草啊有关系的。 比如说你可以说一棵大树, 一棵小草。 所以你想到比如说树啊,草啊这些的词, 都它的measure word,量词都是磕。 这个字,磕。 好,现在陈老师请你想一想, 你还有没有可以用磕做量词的东西? 想一想,比如说一棵大树,一棵小草。 我们想一想还有什么是可以用磕来做量词的呢? 你是不是还可以说一棵种子? 种子小朋友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种子它长大了以后就会变成小草或者是树或者是花。 种子就是一个seed的意思。 所以你也可以说,哎呀,陈老师答错了,对不起。 一棵 一棵种子,一个小的的seed。 好,我们来用这个颗组三个句子吧,我们用一棵大树,一棵小草和一棵种子,写三个句子。 好,那我们先说种子吧,从小的到大的。 好,第一个我说,我在我家的院子里种了一棵种子,我希望,这个字答错了,种,在我家的院子里种了一棵种子,我希望它快快。 长大。 好,第一个句子。 第二个我们说小草吧。 嗯,我可以说,嗯,我家的,我们说这样说吧,如果我是一棵小草,我会和小草。 我会和小花做朋友。 如果我是一棵小草,我会和小花做朋友。 最后我们写一棵树吧。 嗯,我的学校旁边有一棵很大的树。 好,科呢,我们学的这个科这个字,陈老师把它画红红色的。 科呢,它是一个measure word,所以和科在一起的词都是和植物有关系的。 比如说种子,小草,树,它科呢,是植物的一个量词,一个measure word。 好,今天的作业呢,就是要写这两个字的作业。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作业是什么。 好,今天的作业呢,是你要做这个,第九课的第三页,造这个字。 还是线上要写两个词,然后你要写这些格子里写字,两个句子,一定是两个句子哟。 好,第四页是科这个字,科,也是两个词,字,还有句子。 这个我们写过很多遍了,所以陈老师知道小朋友肯定可以写得很好。 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作业。